北市府在21號早上 加開特別門診 訪沒有預約的長者 或是說之前有預約 但是因故沒來的長者來做施打 而現在我們在北伊的接種地點 新一國中這邊 可以看到現場人雖然不多 到10點為止大約有30人 長者施打AZ疫苗 頻傳嚴重副作用 讓國內出現環打潮 還有長者坦言比較想打莫德納 不斷詢問何時能開打 我本來也是想說要等另外一種 那後來想一想還是來打吧 你選的話你會去摸摸嗎 當然我是有這樣 所以我就沒有上網去 我就今天接到通知 還不來也不行 打完AZ通報死亡個案陸續增加 也是影響緩打一大因素 目前新北降到32% 台中四成 台南高雄也有3到4成 桃園敏慎醫院部院長柯紹華 也在臉書分享 20號時大約勸退5名長者 其中一人心率不整胸悶 摸了心跳後 發現只有30來下趕緊勸退 要是打完倒下 不知道要算誰的 其他醫師則說明 三高病史可以在打疫苗時 帶著正在服用的藥物 讓現場醫師評估 至於癌症患者一般都能施打 除了血液癌 三高病不是一個施打高病 但定義感的定義症 如果說你正在化療 那白血球 這樣得非常低 那當然非常不適合 部分長者喊祥打莫德納 但其實研究統計 莫德納在各項一般副作用中 包含注射部位疼痛疲倦等都比BNT AZ疫苗還高 只是沒有AZ的血栓狀況 隨著疫苗到來 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氏璧 也建議比照外國做法混打疫苗 以第一次AZ混打BNT來說 抗體效價比兩劑AZ還好 而第一劑BNT第二劑AZ 效果也可能比兩劑AZ高 但還欠缺國際臨床認證 為了避開AZ血栓 部分國家高度建議混打 但醫師也提醒 得先確認國家是否認可 以免疫苗護照不被承認